今天走過生活用品店 看到這個是製作雪條的模具 Ice from Rickards 它很漂亮的粉紅色 而且有櫻花圖案 立刻想製作雪條 它有兩個 有兩枝棒 後面有一個雪名介紹 很簡單 通常都放好雪條棍 還有你自己喜歡的果汁 或是可以用乳酪 然後放在雪櫃 放在雪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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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出來 好 現在我們馬上拆開 這裡的模具就是這樣 這邊的 這邊 好東西 有兩枝棒的 先把它拆開 都蠻黏著的 可能要用水浸一浸 才可以撕掉這些膠紙 然後這枝棒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 陸位的樣子 這樣就 卡在這個 那邊 邊緣 那邊 卡進去 然後 可以在這裡 倒你自己喜歡的果汁 或是乳酪 這樣 倒完之後 不要超過這條線 他就說 然後 蓋上去 雪櫃 幾個小時之後 就有很漂亮的 櫻花薯條 那我把這個模具 洗乾淨 預備了一些 士多啤梨肉 可以 給我 我來炸個 細菇 好 現在就像 多一點 好 謝謝 放那麼多 想要把它拌一下 讓它平滑一點 而且因為它有凹凸的位置 如果這樣拌一下 它會比較好 我也知道它差不多了 剩下的可以放在鋸裡 我先拆下第二個 其實我選擇士多啤梨 可以配搭粉紅色 如果人們喜歡士多啤梨味 按自己的口味就不覺得 我覺得這個粉紅色好像很漂亮 有些果肉 先拌一下 它差不多了 等下我才知道 差不多了 把這條裙子 就有這個位置拌實 拌實後 要再加一次 放進去這個位置 等它 那些醬汁 可以 在表面 那支棍子在裡面 這樣就 吃實 那做好了 那盒子和鋪上一點醬汁 上去之後 那你 就放這個蓋子 吸進去 放進雪櫃裡 就放進雪櫃裡 冷靜了 就可以變成一條櫻花水條 那呢 冷了幾個小時 應該都可以的 那現在我們拆帽了 那拆帽之前呢 那拆帽呢 那我底子呢 浸了一陣水 那讓它容易脫帽 好 好 那呢 這個 櫻花 登登 很漂亮的 粉紅色 櫻花雪條 那我用了這個 草莓 草莓 用了草莓 來做的 用了草莓 乳酪 那這樣有粉紅色的櫻花 那很簡單的櫻花 乳酪雪條 就做成了 好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